被死者父親痛罵 因為陳瑞瑩第三度酒駕 撞死兩條人命 台中第1月30日 以酒駕置人於死罪判他 因為法官考量 他犯後向被害家屬盜竊 又悔意又罹患口腔癌 因此侵犯 就讓死者家屬無法接受 對台灣求行十年一審判幾年 他再上訴二審不少又判幾年 這就是台灣的法律 他根本就沒有在尊重生命 法官問他 你為什麼更久還要開城 他說他想回家 你說他回家不是很諷刺嗎 他可能就他還想回家 他跟別人都歸不了家 陳瑞瑩去年兩度酒駕被帶 還被吊銷駕照 但他死性不改 今年2月又酒駕還逆向超速 連撞巴車 彭信男大生和正姓女護理師 因此慘死 這次是第三次的招式記錄 那如果他沒有被查獲的 不知道還有幾次 現在還說他不是還願意的 這根本就是在虧脫 雖然陳瑞瑩在法官審理期間 當庭下跪向家屬道歉 但家屬不領情 臉部就是說發生這個事 不是他本人所願意的 這根本就是虧脫自己 法官30日做出判決 東新聞台中報導